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看我们Early On说故事时间 我是Vergilia,你们大家都过得好吗? 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能过得平安、健康、非常的开心哦! 我想要问问你们,你们家是不是也有一位快要开始上学的孩子呢? 孩子们在这个阶段要开始学习如何和其他的小朋友一起来互动,一起来分享 那透过今天的故事,你不可以欺负我 我们要一起来看看故事当中的主角安迪 他在被朋友欺负的时候,是如何从默默忍受到为自己挺身而出 勇敢说不的呢? 小朋友们,当有人用你不喜欢的方式来对待你的时候 你是否能够勇敢的对他说不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安迪的故事 看看安迪他是如何做到的吧? 你不可以欺负我 作者 湘代尔 范迪 霍伊维尔 插图 南西 皮耶社 翻译 胡周贤 安迪和比利一起玩球 比利用力一踢 把球踢到了草丛里 你去捡球 为什么是我去捡? 为什么是我去捡? 安迪问 因为我说轮到你了 如果你不照我的话去做 我就不再和你玩了 比利说 好痛 安迪叫到 这些草刺的我好痛喔 每次都是我捡球 安迪喃喃的抱怨 不敢说的太大声 他担心要是被比利听到了 比利就不再和他玩了 安迪的家里 有一个大院子 里面有敲敲板 和六滑梯 还有很多的玩具 比利不来和他玩的时候 安迪觉得好孤单 好难过哟 只有自己一个人玩 有这么多的玩具 有什么用呢? 安迪自己在想 比利从来没有自己 自己一个人玩 他有两个弟弟 和一个妹妹 还有好多的朋友 为什么他有这么多的朋友 我却没有呢? 安迪自己在想 每次他跟我玩 都是他在做决定 为什么我都不行 今天早上 安迪得意的戴了硬顶 红蓝相间的帽子 红色和蓝色 是安迪最喜欢的颜色了 比利看到安迪的帽子 好想要他 比利就对安迪说 如果你把帽子给我 如果你把帽子给我 就可以到我的家玩 嗯 不行啦 安迪回答 他说 这个是我的妈妈给我的礼物 不 比利说 没关系 如果你不给我 我就不跟你玩了 说完 比利马上迈步走开 啊 等一下等一下 比利 安迪喊着比利追过去 哼 晚上 安迪被妈妈禁足了 得待在自己的房间里 因为妈妈很生气 因为安迪把他最喜欢的帽子 送给了比利 每一次比利想怎样就怎样 我都不能说什么 我受到了 哼 只有一个办法 安迪在想 我必须学习说 不要 安迪在嘴巴上 画胡须 觉得自己 就像一个警察一样的强壮 他对着镜子大声的说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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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啊 到了比利的面前 安迪还是没有办法说不要 嗯 好啊 当然可以 隔天 比利要骑安迪新的脚踏车 安迪无奈的说 那辆脚踏车是我的生日礼物 安迪真的很想要自己先骑 可是 可是比利要先骑 否则 我也想骑 我也想骑 比利的妹妹说 我也想骑你新的脚踏车 你骑过以后再借我 我的名字叫做玛丽 我是安迪 安迪回答 好 侮 tribunal 火销 等比利騎车回来的时候 安迪 和玛丽 在院子里 搭了一个小棚子 他们玩的好开心 没有注意到比利这时候已经骑脚踏车回到了小炸门前 嗨安迪 我现在要骑你的脚踏车去公园了 比利对着安迪说 安迪看着玛丽 她微笑的看着她 等着听听安迪会和比利说什么 安迪突然感觉到身体里有一股强大的力量 突然她对着比利大叫 不行不行不行 比利的眼睛等着像童龄一样的大 安迪从来没有拒绝过她 你是什么意思 比利问 为什么你不可以让我再多骑一下你的脚踏车呢 安迪就说 因为我说不行 我可以说不行 而且不用告诉你为什么 看到了吗 看到了吗 比利 安迪再也不怕你了 玛丽这样子对比利说 好啦 换你骑咯 然后开心的 安迪把脚踏车交给了玛丽 玛丽 玛丽出门完了 安迪觉得好无聊 她又像以前一样 一个人在院子里 孤孤单单的 安迪难过着叹着气 唉 她想她拒绝了比利 比利永远都不会再跟她玩了 嘿 要一起玩吗 安迪 比利开心的问她 你可以溜我的滑板 要不要啊 哇 安迪一脸的惊讶 然后笑开了嘴 她说 当然要 亲爱的家长们 要学习向别人说不 真的是需要极大的勇气 只是这个勇气是从哪里而来的呢 我们在这个故事中 看到安迪的朋友玛丽的友谊 给了安迪极大的勇气 终于让最后安迪可以大声的 对她不喜欢的事物 说声不 自己解决了这个问题 可是啊 并不是每个霸凌事件的背后 孩子们都有能力 能够自己去解决的哦 爸爸妈妈的责任 就是要帮助孩子们从小培养 懂得拒绝不当的对待 让孩子们学会说不 你可以透过问问题的方式 来帮助孩子思考与练习 比如说你可以问孩子 有人抢走你东西的时候 你该如何去面对呢 你该对对方说什么呢 引导孩子说出不要来拒绝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哦 然后你也可以再反过来问问孩子 那如果你今天很喜欢别人的东西 你可以从别人的身边抢走吗 用换为思考的方式来建立孩子的同理心 还有互动的观念哦 最重要的是让孩子们相信 当他在遇到问题的时候 他可以百分之百的来分享 来放心的和爸爸妈妈说出来 而且相信爸爸妈妈一定会陪伴在他们的身边 一起找出解决的方法 来度过所有的难关哦 希望你们今天会喜欢我们的故事 你不可以欺负我 好啦我们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哦 祝福大家有一个美好的一周 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